我听说孙教授是建筑师 不知道他主要是研究 哪方面的建筑啊 你猜 不好意思 建筑啊 我还真是外行 猜不到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你能猜得出来吗 桥 他这辈子啊 最大的梦想就是建造 一座自己设计的大桥 不是我自夸 我们家这位啊 对桥梁设计的研究 在国内可是数得着的 当年在欧洲学习的时候 很多设计师事务所都想留他 结果他还是想回国 没想到国内到处都在打仗 根本都没有他施展拳脚的机会 又在说我什么呢 我们才懒得说你呢 代曼二位了 我先自罚一杯 不用那么客气 继续 继续 孙吾 孙吾 醒醒 真是出洋相喝成这个样子 没关系呢 不过好久都没见过 没关系啊 我先自罗人 还能在家里 还能在家里 房间休息了 走了 你慢点啊 我也没事 孙教授也是性情中人 不能喝还要喝这么多 我先去 我先去 他也算是 我先去 我先去 你先去 我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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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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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长 有个情况 我想您应该让您知道 什么情况 林雄波跟叶淑婷 最近跟孙教授的来往 十分密切 我担心这样下去 会出问题 情况确切吗 确切 林雄波的身份 始终是个疑问 我在想 如果他真的是共产党的话 那么他一定会想方设法 他从孙教授口中 套取顿臂机会的内容 这孙教授跟孙太太 最近有什么异常吗 暂时还没有发现 不过我的人 不敢跟他们跟得太紧 所以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说了什么做过什么 我就不得而知了 既然他们这么不自觉 那我就只能给他们 省点手段了 你过来 我已经把你们所说的 向组织上做了汇报 目前可以确定 敌人所谓的断臂计划 就是企图在占据不力的情况下 炸毁黄河大桥 以此来阻止我军的进攻 果然是这样 这也是组织上 一直以来考虑的问题 黄河大桥是一座铁路桥 管通平旱铁路 接连南北 它是运送坦克自重武器 以及战略物资的 最佳图景 如果红河大桥被炸毁了 不但会阻断乌军的进攻 对将来的战略大决战 也有很大的影响 就是这个道理 他们让孙教授重新测毁 很可能是 要找个最精准的爆炸点 彻底地毁了这座桥 那需要我们做什么 总之啥有指示吗 就四个字 乔 人 都要 乔和人都要 这是什么意思 第一呢 要阻止断壁计划的实施 确保黄河大桥的安全 第二呢 要全力争取孙教授夫妇 也就是说 全力争取他们的意思 是要让他们棄案投明 这场战争啊 现在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了 我们一方面 要确保战争最后的胜利 而另一方面 我们也要为将来做一些打算 将来的意思是 我说了将来啊 就是当咱们 解放了全中国的时候 解放全中国 我们对孙教授 做了深入的调查 他是国内桥梁建筑方面 首屈一指的专家 等到全国都解放了 咱们啊 就需要他这样的建设人才 对 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什么人 你要做什么 别问那么多了 孙教授 若我们走一趟 要让夏儿见你 谁要见我 去了你就知道了 我哪儿也不去 如果你敢开枪 外边的守卫 马上就会冲进来 守卫 我怎么没看到什么守卫啊 来人 来人呢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 你的夫人在哪儿吗 你们把她怎么样了 别紧张 你想知道她在哪儿的话 就跟我们走一趟 进来 废处长 阮队长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么晚把孙教授请来 当然是有要事相商了 你抓我老婆干吗 她在哪里 我要见她 孙教授身为党国的军人 应该懂得国事为先的道理吧 有你们这么对待党国同仁的吗 在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措施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还望孙教授都多谅解 你们太过分了 你放心 你的夫人我们照顾得很好 等我们谈完了正事 你们就可以见面了 你们先出去吧 是 来 废处长 请 说吧 找我来什么事 是 眼下战事紧迫 断壁计划随时都可能辅助实施 今天请孙教授来 就是想敦促你更好的完成任务 我的工作有什么做得不好吗 需要废处长如此大动干戈 我想孙教授 可能是忘记了我们的约法三章了吧 我没忘 关于断壁计划及我的工作内容 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提起半个字 你没有主动泄密 并不代表就可以高枕无忧 据我们的观察 近阶段 你们夫妇二人 频繁与外人接触 我是担心 你会不会酒后失言 走漏了风声 再或者说 疏于防范 给别人以可乘之急 你指的是林雄波夫妇 他可是你们绥靖公署的人哪 所有不在断壁计划范围之内的人 都是我们防范的对象 现在 你该知道你的失误在哪儿了吧 我又不是搞情报的 怎么可能像你们一样面面俱到 是啊 没错 所以 我不会 但是从现在开始 你的工作必须按照我的要求 要求严格执行 事关断壁计划的成败 还望孙教授全力配合 说吧 要我怎么做 很简单 我要求你从现在开始 杜绝与林雄波夫妇 以及一切外人的接触 专心测绘 直指完工 好吧 我答应你 还有一点 为了帮助您更好的完成工作 您的太太暂时由我们带你照顾 我不同意 这是蟋迫 是绑架 你们没有权利这么做 这恐怕由不得你 上风有力 目前断壁计划是重中之重 为了顺利地完成这项计划 可以采取一切非常规手段 怎么会有这么混账的命令 我要跟南京通电话 好 我来替你打 余秘书 我是费思青 我有紧急军务 要向毛长官汇报 毛长官 孙教授要求和您通话 是 毛长官 我是孙武 是 毛长官 我是孙武 喂 是孙教授吗 喂 喂 怎么了 收听 孙教授家的电话接通哦 好像是被人挂断了 怎么会这样呢 他们不会出什么事吧 不行 我得去一趟 我陪你去吧 不用了 一切保持常态 你等我消息 嗯 小姐 你不能进去 我是来看朋友的 那也不行 没有绥靖公署的通行证 谁都不能进去 我来看个朋友 还要通行证啊 可笑 这是上头的命令 我们也没办法 什么 孙教授被割离了 除非有绥靖公署的通行证 不然谁都没法进入 他们的运所 这肯定是费死心的意思 我现在不能确定 易梅还有孙教授 是不是在里边 我们现在必须要马上 搞清楚他们的下落 这样 我们分头行动 我去打探消息 你继续守在孙教授家门口 看看能不能见到他 或者是易梅 好 我走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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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跟谁说话呢 没事 到垃圾呢 怎么样 打听到消息了吗 费死心和软平心 连夜扣押了孙玉 以此为要挟 要求孙教授 断绝和外界的一切来往 闭门赶工 直到完成工作 消息可靠吗 非常可靠 我买通了 软平心手底下一个人 从她那儿得到消息的 看来他们这一次 把事情做到明面上了 费死心拿孙玉做要挟 还真是抓住了孙教授的软肋 要策反孙教授 孙玉是关键 我们必须尽快地找到她 这件事交给我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书长 罗建明找到没有 全城已经封锁 进行铁枪搜捕 但从罗建明越野的时间来看 他现在很有可能已经逃脱 现在最让人担心的 还是铁恶道那边 快 马上给老秦发报 让他通知铁核桃 立即撤离 是 这个你爱吃 你发现了没有 最近在我父亲门口的暗烧 现在全撤离了 我注意到了 前天晚上就已经全部撤掉了 关战来还挺仔细 那当然 这事情啊 事关我岳父的安全 我能不仔细吗 再说了 我还指望有一天 假的变成真的呢 什么叫假的变成真的 有些人哪 总是在那儿 揣着明白装糊涂 谁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你说谁呀 收旧书旧报纸楼 多多益善 驾码公道 是 收旧书旧报纸楼 多多益善 肯定有紧急情况 收旧书旧报纸楼 收旧书旧报纸楼 收旧报纸楼 收旧报纸的 我们家有 进来收吧 好嘞 什么情况 我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是不是孙教授 被隔离的消息 比这更早 罗建明约于逃跑了 罗建明 还在等什么 走吧 九站 没想到你们来得这么快 再走 你们这一次的行动 早就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了 跟你接头的那个人 叫林雄波 代号黑雄 我没有说错吧 再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 你虽然对林雄波开了黑枪 但是 他并没有死 所以 你不想说的事情 未必他不愿意开口 如果他真开了口 你再想说 可就来不及了 首先我承认 我就是纠战 是那个纠战罗建明 对 就是他 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夜里 罗建明是荆州随行公署 安插在我们内部的特务 我们判断他这次逃跑 肯定会第一时间回到郑州来 初天 你跟龙处长一起审讯过罗建明 如果他真的回到郑州 那我们的身份肯定会暴露 对 所以上级命令你们 立即撤离 撤离 我们还有很多任务没有完成呢 马上停止收集所有的任务和行动 剩下的事我来接受 你们应该知道 一旦身份暴露意味着什么 撤离的路线我已经安排好了 明天凌晨三点 我来建议你们离开 初天 叶先生那边事 我已经安排另外一组同志 协助他撤离 放心吧 必须要走吗 必须走 我刚刚解到情报 纠战已经脱离了共产党的控制 逃了出来 看来他在共产党那边也没落着什么好啊 我在判断他应该会先逃回郑州 哈 图长 要不要我派人去接应他 angan 敬他 敬他干什么 这种连共产党都觉得 是垃圾的人 我们要他有何用啊 而且上风有令 一旦发现 格杀不论 处长 医务处长 你马上带人 去全城搜捕旧站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是 是吧 处长 纠战绝对不能死 只有他知道 这个林雄波的底细 也只有他知道 林雄波在上层 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当然知道 纠战不能死 不过上面的命令 我们还是要执行的嘛 我之所以 让硬币妥却 大张旗鼓地搜捕纠战 也是为了稳住林雄波 免得打草惊蛇 原来是这样 毕竟啊 你马上 暗中去调查 旧站的下落 记住 千万不要对人伸张 一定要在应笔妥之前 把人给我找到 秘密地保护起来 处长放心 我马上就去 去吧 就这么走嘛 就这么走了 说实话 我真有点不感谢 那么多难关 我们都闯过来了 没想到 最后事会坏在 这个罗建民身上 书听 我想在走之前 再做一次最后的努力 你什么意思 现在这样策反 孙教授夫妇 肯定是来不及了 但是我想 把他的策绘图 偷出来 这样的话 以后我们的部队 可以根据这个策绘图 找到报告点 拆除战友 可是我们已经接到 撤退命令了 现在不还有时间吗 接下来的时间 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我们只要在凌晨三点撤退 就不算违抗命令 你让我想一想 书听 你不是一直跟我说 要随机应变 随机应变吗 怎么自己到了这当刻上 反而婆婆妈妈了呢 好 好 我跟你一起去 抓紧时间 你没关系 我看你 你这只是两个人 我还想了 你必须要 你还是要 你不需要 然后你 我把你也急 我把你急 都不急 你把你急 我把你急 你急 然后我急 站住 把箱子放下 我叫你把箱子放下 孙教授 知道我为什么 没让你摘下面罩吗 因为我知道你是谁 孙教授 我不想让你为难 你应该知道 你自己在做什么 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你真的以为 帮国民党炸毁了黄河大桥 就能帮他们挽回白局吗 你 你们怎么知道 要炸黄河大桥 要想这么知 除非己谋为 孙教授 你现在还有选择的机会 千万不要沦为国民党 对抗全民意志的工具 我只是一个设计师 指挥作图 不懂政治 你说你是设计师 可是你现在做的 是一个设计师 该做的事情吗 非自清为了把你留下 甚至绑架了你的太太 为这样的人卖名 你觉得值吗 如果你的妻儿 控制在别人手里 你会怎么做 我知道你有你的苦衷 可是 别说了 你说一千 盗一万 我也绝对不会拿自己 妻儿的性命 干扰 那么要不 أن 国民党 没关系 他们叫做 你也不知道 这不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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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别说得好像 生理死别似的 即便现在 我们要暂时地分开 将来我们也会在一起的 你别忘了 我们说好的 将来我们要携手 迎接胜利的那一天 不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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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不敢的 那就这么说定了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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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是我你挺勇敢的 通过这几天跟敌人打交道 我越来越觉得自己 就像一个 智勇双全的情报人员了 你参加这个任务 会不会后悔啊 如果重来一次的话 我还是会选择 参加这次任务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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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指望有一天 假的变成真的 什么叫假的变成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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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玉兰已经被抓了 你随时都肯定报了 你必须赶快证明 那好 你不走 你觉得我会走吗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爱上你了 我离不开你 都到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这儿胡言乱语 这辈子 你在哪儿 我就在哪儿 我们永远不分开 我们该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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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庄伟同志 一会儿我把你们送出城之后 大卫和建英的同志一起 把你们安全转移到 我们部队所在的地方 庄伟同志 你好 叶书廷同志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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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远达同志 怎么了 你们 有情事啊 没有 庄伟同志 你是从作战部队过来的吗 是啊 那你快跟我们说一说 前线的战况怎么样了 好消息不断 你们恐怕还不知道吧 就在昨天 我华野战区 已经顺利占领了济南 这真是一个好消息啊 你们知道打了几天吗 八天 这么快 在这次战役中 我军歼敌四万多人 连国民党绥靖区 司令长官 王勇 都已经成为我们的俘虏 现在整个山东 都已经成为了解放区 我觉得 郑州也应该快了吧 我猜 没准下一个目标 就是郑州 叶乃 你听到了吗 郑州马上就要解放了 郑州是中原地区的 战略中阵 是平汉铁路和龙海铁路的 交汇枢鸟 我就要想迅速在华北地区 和国民党展开决战 就必须先拿下郑州 等着吧 郑州现在已经是山雨欲来 很快就会迎来解放的 他们让孙教授重新测绘 很可能是 要找个最精准的爆炸点 彻底地毁了这座桥 这也是组织上 一直以来在考虑的问题 那需要我们做什么 组织上有指示吗 就四个字 乔 人 都要 乔和人都要 这是什么意思 这场战争啊 现在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了 我们一方面要确保 战争最后的生命 而另一方面 我们要为将来 做一些打算 将来的意思是 我说了将来啊 就是当咱们 解放了全中国的时候 老七 停车 费用 那个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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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用